在新疆喀什地区舒服县吴库萨克镇 坐落着新疆首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 舒服县广东叶菜现代化农业种植示范基地 1400余座温室大棚 拱棚里种植的红菜苔、芥兰、菜心、豌豆苗等蔬菜 可48小时飞顶粤港澳大湾区民众餐桌上 我们是从2021年的7月份正式落户新疆喀什舒服县 第一年来的时候我们在引进了我们广东的一些蔬菜 成功实现了从新疆种植广东销售的一种模式 4月14号走进新疆喀什地区舒服县 广东叶菜现代化农业种植示范基地 迁余座温室大棚里工人们正忙碌着采收叶菜 在这个公司上班以后现在工资4500一个月 可以给孩子们和父母多买点好吃的 给他们买个好看的衣服 想靠个家教买个车 据尼伟城介绍 示范基地带动了舒服县百余人稳定就业 在蔬菜种植和采摘季节 更多的周边村民来这里工作 我们总共带动了150人长期就业 那么都是附近农民就近就业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尼伟城还说 基地种植的蔬菜主要针对广州 深圳以及香港等地市场的空档期 每年三四月份以及晚秋季节 上述地方的蔬菜价格较高 且青黄不揭 由于新疆舒服县春天回暖较快 秋天结束及进入冬季较晚 选择实际种植 刚好可以满足粤港澳大湾区民众 对蔬菜的消费需求 那么我们来了两个年头了 也发现新疆这边市场也挺大的 那么在它的冬季的时候 卡什这边的蔬菜价格也是很高 那么我们也会主要在冬季的时候 调整一些品种供应这个当地市场 舒服县广东叶菜现代化农业种植示范基地 是由广州原江工作队引进的广东省重点农业企业 采取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 通过创新粤菜江种 江菜输月新模式 打造观光农业与精品农业为主体的新型农业公园 促进舒服县本地产业升级和农民增收支付